碎典戶外品牌 碎典戶外品牌 每年都會在北極圈舉行 雪囂犬拉車活動 參加者要學習保暖、生火煮食 駕駛雪囂車等等的極地生存技巧 今次記者及攝機有行參加活動的兩日體驗型 會有甚麼經歷呢? 我們用這個方法駕駛駛駛 不要害怕把腳踏遠 完全沒有練習的機會就馬上開動 兩日只炒了一次車 到船不失禮了 不過有時偏離寒度 又真的在所難免 剛才雪囂走了兩個半小時 來到大概30公里 來到我們今天扎營的地方 好 謝謝他們 我的天明 那我們呢 最後就是我們要先把裡面的洞 挖出來 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那睡覺的地方呢 長度一定要就是我們身形的長度 所以呢 然後我們下面呢 我們還要到森裡面去採集我們綠色的樹枝 放在下面才不會讓雪跟冰呢 會直接接觸到我們身體 然後讓我們室溫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早上生活要用的木材 我們要去裡面砍材 我們要去裡面砍 就是比較年輕的這種樹枝 因為它比較容易生火 參加者甚麼都要一腳踢 至於參加了體驗型的記者和司機 就享受很多了 還有專人煮晚飯 外面那麼冷 怎樣才可以夠暖 又有夠好睡呢 在這個負五度的環境睡覺 其實比想像中暖一點 睡袋都很夠暖 如果你想再暖一點 可以好像我這樣 浸一壺熱水 然後放進去 這樣就會暖得很快 早安 第二早起床 參加者要先為薯條犬準備早餐 180隻薯條犬一共消耗了超過2000公斤的食物 真的很誇張 快到了 還有 100米 超免費參加POLAR 拍一分鐘長的短片介紹自己 由網民或是Fia Ruffin評審投票 得票最多的 就可以代表所屬地區參加 兩位台灣代表Ecka和Share 一個是亞洲區票王 另一個是由評審選出 笑容100分的Ecka 是典型上班族 曾經以29天完成了 由南法去到西班牙的淘寶之旅 而文正的Share 是盜盲犬導師 說自己從未試過這麼Hardcore的體驗 看完是否很想參加這個絕世筍體驗 一起做冬天的冠軍呢